中天五二选举80开到了台南 这次的六都市长的选举 台南市可以说是安静的不得了 原因出在了国民党推派了政治素人 台南大学校长黄秀双来出征 在多数人不认识的情况之下 有人就开玩笑的说 赖清德根本就是躺着选 六都市长选举台南可说是最冷的一区 有人归咎是因为选举老手赖清德 碰上政治素人黄秀双鸡不起火花 但不管如何双方都有输不得的压力 因此倾听民意变得格外重要 时间就是禁止 交通如果不好 经济哪有可能的好 未来台南市长加油 我们台南是一个文化古都 实际上我们也应该要建构 相关快速的观光把子 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更加便捷的 来看我们的不同的一个景点 第二个是我们会大力的推行U-bike 另外我们会从第三个面下 就是鼓励私人来建建我们的停车场 让我们的停车的一个系统 能够更加的一个便捷 来解决这相关的一个交通 塞车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出币的问题 我们也有生理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肥仁 我们的基础已经变成国际基础 按台南跌到香港 我们的安平港 也已经变作自由无地坎坷 我们的三重三横的道路也已经完成 滴水也已经有十年的滴水的标准 滴水也已经有更大 所以种种的这个宣传 已经变成了未来感染 的一个改变进步的这个体操 接下来呢就是 其实黄少长这一次的对手 算是也蛮强的 评价都很高 所以就有事你想要问啦 黄少长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条件 可以胜过对方来当台南市市长 是 我觉得其实我的条件其实也是非常好 只是我以前没有走政治这条路 因为我觉得一个地方父母观 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苦民说苦 能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而秀双就是一个能够苦民说苦 民之所欲藏在我心 所以我都会站在人民的这边 所以归纳而言秀双的人格特质是很亲切 而且非常的照顾人 所以这是一个地方父母观 非常棒的一个特色 所以秀双有非常好的人格特质 另外呢 秀双有非常好的能力 在先前呢 我从基层的公务人员 基层的老师做起 所以秀双也了解我们的基层人员的心声 所以秀双也会特别照顾我们的基层人员 那秀双也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 我们这三四年来的生意不是只有电视 破爪十字 并到我们归纳市前的都全部第一名 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这三四年来 归纳市政府的团队 专业的打招 这种共用的奖项 总共有一千多项 总共第一名 你还是特优 特优也是第一名的意思 总共有七百多项 这就是大家 努力共同打招的结果 尽管选情冷清清 但是好选人呢 仍旧是努力地扫接 败票无非就是希望 把自己的票数给冲高 以上就是中天 五二选举巴士在台南 好选人